平均速度的计算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平均速度的公式很简单 它等于总路程出一种时间 但总路程和总时间真的好找吗 我们来看下面的题目 小胖子急着回家 他先以V1的速度跑了一阵 看一眼表发现来得及了 又以V2的速度走回了家 到家后发现跑和走用的时间是一样的 那么小胖子回家的平均速度是多少呢 我们都知道要总路程和总时间 才能计算平均速度 可体里面并没有给出确切的时间和路程的大小 所以我们不妨用字母代替题中的物理量来进行计算 题目中跑和走的时间是一样的 我们就将跑的时间设为T 走的时间也为T 这样总时间就很明显是2T 但是总路程就不好办了 仔细想想不难发现总路程 其实等于跑过的路程和走过的路程之和 跑过的路程用跑过的速度和时间相乘 即V1T 同理走过的路程为V2T 总路程当然等于两者相加 有了总路程和总时间 我们利用公式 刚好消去了之前所设的T 平均速度为2分之V1加V2 再来一道题 小胖子仍然急着回家 不过这次 他先以V1的速度跑到学校和家正中间 后来累了 又以V2的速度走了剩下的路程 小胖子回家的平均速度是多少呢 这次依然照猫画虎 我们设一半的路程为S 那么很容易得出总路程为2S 总时间和之前的方法类似 是跑步用的时间和走路用的时间之和 跑步用时为S除以V1 走路用时为S除以V2 把二者相加即可 我们再利用公式 可以得到平均速度为2S除以V1分之S 加V2分之S 这个有些难算 我们不妨将分子分母同时乘以V1V2 并消去S 即可得到最后的结果为V1加V2分之2V1V2 总结一下 平均速度计算 需要找到总路程和总时间 你要密切关注题目中的条件 设好为质量 然后用好公式就可以了 你学会了吗 呵呵